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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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落幕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深化了金砖国家的各领域合作 其中在经贸方面也规划出了新的蓝图 而此次下洽会也正是厦门会晤之后 厦门的又一次国际性盛会 不少金砖国家以及金砖家国家都以此为契机 将中国作为一个平台和枢纽 从经贸领域展开务实合作 来自南非的泰伯格是一位红酒生产商 在考察了不少国家之后 今年他将目光瞄准了中国市场 他说随着金砖国家间合作的深入 南非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 他认为自家的红酒性价比不错 一定可以在中国市场打开一片天地 在下洽会的金砖家明优商品展区 除了金砖国家参展商寻求商机之外 还有不少来自金砖家国家的参展商 这位泰国乳胶枕的参展商告诉记者 泰国南部盛产乳胶 近几年他们从欧洲引进生产技术后 开始自主生产乳胶枕 成本降低了不少 借着低成本的优势 他们想通过下洽会的平台 不仅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 也希望能够向全世界的朋友 推销自己的产品 金砖过后就觉得大家都认识县门 这个展览有机会 我们就来参加 可以让更多的客户 会知道真正的如交证 是什么样 其实价格也不会很贵 在本次下洽会上 不仅是金砖国家的企业 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作为一个双向的国际投资盛会 在金砖效应的吸引下 不少金砖国家也带来众多项目 吸引中国资本 在下洽会的金砖国家投资合作馆 南非馆的工作人员介绍 南非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 这次他们带来了石油 农业 海洋等资源 能源项目寻求合作 一旁的巴西馆 一些国内的企业代表 正在和巴西的相关人士 进行项目咨询 据了解此次下洽会 在推广合作项目的同时 巴西方面更是看重 在厦门会晤之后 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 所传递出来的 共同开辟金砖合作 第二个金色十年的信心和举措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表明了厦门对外开放的态度 我觉得将来会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我们现在正积极研究 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 包括工业和商贸方面 无论是从小范围的商品投资 还是从大范围的能源合作 金砖国家和金砖家国家 已经成为了本次下洽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上午开幕不久后 相关的展区已经是人头攒动 刚刚落幕不久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给金砖国家从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未来发展 指明了方向 那么本次下洽会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为第二个金色十年开启一个新的航程 记者雄伟 王海远报道 近110个国家和地区 800多个组团 超过10万名境内外客商齐聚厦门 客商们都带来了自家的拳头产品 今天的记者逛下洽会 我们先带您去茶产业展区 葡萄酒及烈酒展区 还有蔬果展区逛一逛 中国是茶的故乡 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 作为全球三大饮料之一 茶产业投资展览会 是今年下洽会的重要展区之一 这里齐聚了红茶 绿茶 黑茶 白茶 青茶 黄茶 六大品种以及上百个细分种类 向全世界的客商展示中国茶文化的魅力 今天我们的下洽会之旅 就从一杯青茶开始 除了展示上百种茶产品 还有展商将制茶的品牌 茶工具也搬到了现场 展示这茶过程中的核心工艺 当然 泡上一杯好茶 茶气也尤为重要 今年的茶产品展区 茶具的展示也成为了一大亮点 以前只是在推广茶 其实要真正的推广茶的同时 要把气要做好 因为我们这次展示的 不是单单给中国国人看 它展示的是给世界看我们中国 茶盒器的融合 使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 我手中的这杯红酒是来自西班牙的马萨奇酒庄 它是上个月通过厦门自贸区口岸 直接从原产地来到这里的 和它一起来到厦门的 还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许多酒类产品 可以让我们厦门市民足不出户 就品尝到来自全球的美酒 这几个国家都是来自一带一路 可以从厦门这边就是比较实惠 因为它芝麻区这边有免税 会用这边都会比较少 就先对于其他的口岸来说 因为直供 所以酒美价廉 主兵国格鲁吉亚就带来了 17种不同的葡萄 所酿制的几十种葡萄酒 其中更有格鲁吉亚的文化瑰宝 桃罐酿酒工艺 不同味道的美酒装在相似的桃罐中 让这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的美酒 更显亲近 农业种植在科技的助理下 就呈现出了我身旁这样一个 植物工厂的模式 它可以让我们在任何地方 甚至家里的阳台上 开辟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农场 通过对光与水的智能控制 我们所种出来的蔬菜 营养也会更加均衡 都说科技改变生活 植物工厂让我们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 也能享受绿色健康的田园生活 可以种植的蔬菜品种 将近一百多个品种 一百多个品种包括了果蔬类 瓜果类 花卉类 卷类 还有包括我们的中草药 甚至包括我们的野菜系类 在都市城市里面 如果去扎根的问题 我想应该是用植物工厂 来弥补我们的蔬菜的供给量 不仅仅可以自己种植 当地品种的新鲜蔬菜 来自国内外的特色农产品 也已经通过社区超市的形式落地厦门 在一带一路农业与食品交易信息平台 就可以购买到巴西的咖啡 马来西亚的水果制品等等 而接下来 这种社区超市展馆的模式 还将落户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每一个国家 让特色农产品的交易更加畅通 那么这些产品运到中国需要多长时间呢 现场一条体重达110斤的金枪鱼 也是隆重亮相 它来自福建省的友好省份 日本长崎县 应该是昨天晚上还在水里游的 今天早上运到了厦门 蓝骑金枪鱼 属于金枪鱼里面最好的一个品种 是让厦门的朋友尝到更新鲜的鱼 无论是一带一路精专家 还是友好省份 通过夏洽会 世界各地的产品文化 都在厦门进行了更好交汇 也让每一个厦门市民 感受到了地球村的便利生活 记者王玉坤 陈晓丹 黄超报道 另外 夏洽会期间 为了保障来夏客商的食品卫生安全 市场监管部门派出多支队伍 进驻我是各大酒店 24小时紧盯酒店厨房 研把食品卫生安全质量关 下面呢 一起去他们的工作现场看一看 从9月17号进驻酒店以来 市场监管人员每天都会对酒店厨房进行检查 生熟食品有没有分开存放 调味品是否有过期或变质 这些都是市场监管人员关注的重点 就连一些散装的干货食材 监管人员也都会详细查看购买日期 并提醒厨师团队谨慎使用 在酒店厨房的蔬菜仓库里 监管人员还现场检测了蔬菜的农药残留成分 监管人员随机挑选了三种不同种类的蔬菜 将检测液滴在菜叶上 之后通过对比检测液的显色 来判断蔬菜是否有农药残留 有变蓝色那就是正常的 如果它不变色或者是白色 或者说比它明显比浅 那就是说明有可能有农草的草 另外市场监管人员还检测了酒店餐具的洁净度 检测结果显示 餐具的洁净度合格 在成品菜色的检测中 监管人员主要对煮熟的食品进行了中心温度测试 食品经过烹饪 中心温度必须超过70摄氏度 才能提供给客人食用 我们测中心温度就是看那个食品 有没有达到整个有没有达到70度以上 如果没达到70度以上 那这个要重新回国重新做 记者了解到 2017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共吸引超过10万名境内外客商汇聚厦门 这些客商大部分都入住斯明辖区的50多家酒店 其中部分酒店还承办了多场宴会 为了研把酒店的食品质量观 保障来下客商的餐饮卫生安全 斯明区市场监管部门派出多支队伍 进驻35家重点接待酒店进行全程监管 监管行动将持续到21号结束 我们按照厦门会晤保障的这个手册 对今年这次下车下会进行保障 所有的这个过程的管控 我们的监督检查都是按照金砖会晤的标准来的 本台记者报道 为了确保2017厦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 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昨天和今天厦门岛内实行部分时段 机动车单双号现行措施 而且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1号 会展周边一些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我们来了解 上午8点半 闻星东路往会展中心方向 车流量开始逐渐增大 在路中央的位置 交警部门设立了交通标志牌 提醒过往社会车辆禁止左拐 而在会展路 闻星东路路口的四个方向 都有警力在维持着交通秩序 在连前东路前浦东路路口 要执行前往会展中心的车流量 也逐渐增大 按照交通现行方案 9月18号至21号 每天70至18时 国际会展中心 及会展南路 会展北路 会展路闻星东路口 至会展北路口段 是禁止车辆通行 持有下下会车辆通行证的车辆 及特种车辆 公交车 出租车除外 除了有证的 就是红证 黄证的车辆 才能往会展这个区域方向走 其他社会车辆是不能 这个往前面走 会展周边的 会展南 会展北 会展路是实行交通管制 所以说那个 请社会上的司机朋友 对这个路 包括这几天的管制情况 要熟悉 要清楚 在岛内其他路段上 因为实行单双号限行 不少市民都选择 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大部分路段上的车流 都不算太大 交通情况较为有序 到了下午两点 此次岛内城区实行 部分时段 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结束 但需要再次提醒的是 从今天开始至21号 每天70至18时 会展中心周边部分路段 仍将禁止社会车辆通行 记者咸云 段志伟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 新时巡水闸明年投用 防洪标准提升到50年一遇 欢迎回来 社会巡查组 在近期的走访中发现 大平山郊野公园 靠近海仓大桥西南侧的方向 一片花海缤纷绽放 为周围的景色增色不少 收入寻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 明黄 暖橙 浅子 色彩明快 跳跃的多头鸡罐花 长春花 在大平山郊野公园的 小山澳入口处 争其豆叶 一丛丛一片片缤纷的鲜花 勾勒出一条 仿佛会跳动的彩带 这片花海 总面积约3300平方米 由13万株草花组合而成 成梯田式种植 沿着登山步道向上走 还不时泛着诱人的清香 造型这边我们是按照 漂带进行布置的 原来是树形 现在按照漂带 在不停的变化 每次更换的时候 都有按照不同的造型来做 增加敏感度吧 据了解 大平山郊野公园 种植了200多种植物 其中开花类就有近百种 这个位于小山澳处的 花海景观花卉 与附近街景水面 现代化建筑相应程序 让你还没进入公园 就可以感受到公园的清新 负责养护这些花草的 海仓陈建集团工作人员 告诉我们 除了定时修剪 管理施肥外 根据季节变换 每隔一段时间 他们就将引进新的花苗 打造新造型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 十一黄金粥 工作人员又将增添一些 新的石令花品种 最快将在下周 完成景观布置 本台记者报道 石巡水闸是在 同安东西西的入海口 曾经呢 是我是最大的水闸 被誉为同安出海口的 东大门 这个水闸呢 已经用了三十多年了 设备老化比较严重 水闸的安全性能呢 也是大大的降低 去年三月 石巡水闸改建工程 正式启动 目前呢 新石巡水闸 水下部分的施工 已经全部完成 预计年底就能完工 新水闸投用之后 不仅防洪能力 会进一步的提升 周边的农业灌溉 也将受益 新石巡水闸 位于同安石巡村 团结带东侧 从远处看去 一道横跨西流两岸的水闸 已经出具雏形 新水闸全长约144米 共设有11孔 每孔近宽10米 在水闸桥墩上方 是一条宽7米5的交通桥 目前桥面 已经全部贯通 桥墩之间的闸门槽 也已经完成了安装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桥面平整施工 在新水闸下游不远处 就是老的石巡水闸 现场施工人员说 老水闸至今 已经运行了32年 一些设备自然老化 加上经历多次洪水 水闸下游河道 防冲设施 损毁严重 水闸安全性大幅下降 在新水闸建成之后 老水闸也将退休 相比老水闸 新的石巡水闸 是一座 兼具排红挡潮 农业灌溉 交通 城市景观等 综合效益的水闸 它与摇江橡胶坝 联合调度 能够进一步提升 同安城区景观水位 同时 农业灌溉面积 也将由原来的2600亩 扩大到9200亩 石温水闸建好之后 比旧水闸水位提高到1米 同安的水位提高1米 等到4米6高 还以美化景观 现场施工人员说 在桥墩平整完之后 就将开始水闸 起壁机房和管理房的施工 根据设计 新石巡水闸将采用 闽南传统 红瓦斜坡 飞檐峭角式建筑 建成后 它也将成为 同安东西西 东入海口上新的一景 现在工人正在施工 这个桥墩 这个桥墩要补平补平 之后就马上做上部工程 在准备 安排那个水闸 砸板 这个三个砸板 最南部全部完成了 现在就上部两层的起壁机房 我们预计到2018年4月份 投入使用 记者公家段志伟报道 从昨天晚上开始 白鹿洲音乐喷泉 将会在每天晚上的 8点到9点准时上演 第一天的表演 是引来大量的市民朋友 前来观赏 公园方面提醒 这样的音乐喷泉灯光水舞秀 将会常态化的上演 大家不用挤 随时可以来看 晚上8点钟 欢快的音乐准时奏响 一场绚烂的三地灯光水舞秀 正式拉开序幕 水柱交织而成的缤纷舞蹈 引来大家的连连惊叹 纷纷拿出手机相机 记录下这一绚烂夺目的表演 看到那边有一些 会按照节奏来扭动的那些喷泉 然后还会看到有些 有些喷泉像花一样有展开 然后再慢慢合起来 我最喜欢那个桥的画面 就是两只桥冲在一起 然后中间还会树一根直直的 昨天晚上三地灯光水舞秀持续有一个小时 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以歌曲为段落 上演了《我的中国星》 《厦门倾向》一首歌 《爱拼才会迎》 《鼓浪雨之波》等近20首曲目 有的音乐大气辉红 有的清新抒情 有的动感十足 而喷泉水柱也随着音乐的变化 演绎着不同的造型 公园方面表示 这样的试听盛宴将每晚在这里上演 今后音乐喷泉还会定期更换表演曲目 让大家经常能够耳目一新 就是刚才看到很震惊 然后公公打电话就跟我赶紧过来看 因为我们家刚好今天搬过来 又会经常来这边看 我会经常来 因为我这次能太多了 没有拍好 而且我也没看够 现场记者也注意到 为了让大家观赏更加安全和有序 公园方面加装了一些伪党和疏导设施 需要提醒的是 这样的喷泉表演每天晚上都会进行 大家可以安排好时间 避开开放初期和旅游高峰期 错峰欣赏 另外白鹿洲女神广场灯光演艺秀项目 正在进行场地改造 具体播放时间 园区将及时公布 希望市民游客理解和支持 本台记者报道 广告后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我是环境空气的指标中 臭氧PM10PM2.5的浓度 是在量级的标准 其余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了晚上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76 空气质量为量 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气污染 扩散条件还可以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量 有臭氧的影响 好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信用广场的全部内容 2017夏夏会大幕今天正式开启 透着浓郁的金砖色彩 带着满满一带一路的商机 将给我是企业带来哪些机遇 稍后播出的十分观众节目 也来做一个探讨 也请您留意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